他那段时间感觉相互比较合适 各方面还比较融洽 都想找一个合适的归宿 因为我两个人是因为他跟我比较适合 他对我也有那么好 因为我想找一个对我好的男人 孙大姐因为小时候发高烧 导致双目完全失明 而鲍大哥双眼势力也仅有0.1 仅靠这0.1的势力 鲍大哥充当起了孙大姐的眼睛 带着大姐走过这喧闹的城市 鲍大哥的好打动了孙大姐 两个人之前都有过一段失败的感情经历 所以比别人更懂得珍惜和疼爱对方 三个月的时间 两个人从相识相知相恋 正准备组建自己家庭的时候 却被婚姻登基处给叫停了 现在是遇到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两个想结婚 然后领不了证结不了婚 就他那个离婚证上 婚姻登基员忘了给签名字了 还有他那个 互乎不稳上的内容 还是原来结婚以前的信息 还没有改过来 现在问题就出在 孙大姐的这个离婚证和他的户口页上 在这个离婚证的第一页 除了这个登基机关需要盖章之外 这个婚姻登基员就是当时给他们办理这个离婚的登基员需要签字 他现在的离婚证呢就是缺少这么一个签字 而他的户口页呢 因为孙大姐的这个户口是在他前夫的这个户口上 但是他的婚姻状况呢写的又是已婚 所以这个呢就无法证明 孙大姐是单身的身份 打电话给他 他说忘记了 他说忘记了 就是那个婚姻登基村的工作人員 明天就说要去他当地把这个信息改过来 而且他现在家庭远 这个他经济状况也很差 他前面还有还抚养了两个孩子 经济天然特别差 他那有多远啊 坐火车的话慢车 他又要30个小时 孙大姐出生在广西富川瑶祖祖祖支支县 十几年前嫁到了湖南省江华瑶祖祖支支县 户口也就迁了过去 他安肥城距湖南江华有1500多公里 双目失明的孙大姐根本无法独自回到湖南江华 来更改离婚证和户口业 他家里还有亲人呢 有亲人 但是他同小他父母连家人对他都不好 这对他生活上有一个阴影 他什么事他就是自立更生也不靠家里 路通遥远 大姐自己回不去 和家里亲人关系又不融洽 抱大哥和这大姐还能不能领证结婚 需要更改的手续能不能在肥城当地更改呢 露露和大哥大姐一起来到了肥城婚姻登记处咨询 工作人员告诉露露 离婚证上漏掉了签字 他们可以向湖南江华婚姻登记处进行核实 不难解决 现在的难题是 沈大姐提供的户口不符合要求 因为他这家庭婚得需要这个 需要这一样 那这一样的话就必须得让他前夫寄过来 要么让他前夫寄过来 要么你关系叫他前夫跑一趟也可以 还有一个办法是 你拿点离婚证 爽牌锁了叫他改善肥城关系 改善肥城书 然后就必须要对一样了 你看那家庭婚 要是收益 要是资金的 都是对应的 这个必须在那需要催荡 也就是说 鲍大哥和沈大姐要想领取结婚证 就需要先把沈大姐的户口 从前夫的家庭户中牵出来 或者是更改户主关系 陆陆了解到 鲍大哥是肥城人 户籍在桃园镇 可不可以通过大哥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 给沈大姐更改户籍呢 随后特办员赶到了 肥城桃园派出所 上边动所有的地方 必须这些院籍 咱办不了 这个东西 必须他户户在里 梁所长说 更改户籍信息 必须是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 才有权限 如果大姐的户籍是山东 在网上就可以迁移 跨省的情况 他们也没有遇到过 但是可以试一下 我把这个东西给你复印了 都给你复印了 然后我们指责 毁服的策略 得把我命运的警察证 复印了 复航 给他起的汗 盖和他派出所 给他发出钱 然后再 永远的信息 真的是 因为我男人才不幸 三都真没法 目前啊 申大姐离婚证上的签字 倒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难题就出在了 申大姐的户口上 那对于这件事呢 肥城桃园派出所的民警同志 也决定会尽全力 帮助申大姐和湖南江华的 派出所户籍科 进行沟通 而就在进行播出之前呢 派出所的梁所长 也给我们打来电话了啊 说目前已经和湖南当地的派出所 取得了联系 并且也将申大姐 相关证件的原件寄了过去 那结果究竟会如何呢 还需要再等上几天 在这里呢 王苏也希望 这事能够尽快的 有个好的结果 好消息能够尽快的传来 让这对幸福的小情侣 早日步入婚姻的电